分享我們的講座的資料 我會在這個講座那裏 因為都有相當多的資料 我將過去十幾年來上EQ班 相關情緒管理的一些材料 總結了這個集合在一起 首先就是想講清楚 我不是心理學家 也不是一個心理學家 不是一個專業的輔導員 因為他們現在其實個個都很忙 在疫情當中 因為有很多很大的情緒需要 是要見這些專家 所以他們都可能沒什麼時間來講這些講座 我只是一個的義工 是一個參加了很多年EQ班 親密之旅的學員 一個 lifelong learning 的學生 一個 wounded healer a wounded volunteer 所以如果大家在裏面希望可以分享到一些技巧 以及一些資料 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在疫情當中 因為在疫情當中就是我們知道成年人 過半數的成年人的情緒狀態是差了的 年輕人是更加嚴重的 所以我們希望提供到一些資料 以及技巧是可以幫到少少 但是如果有更加深入的需要 更加嚴重的情況的話 是請尋找幫助 找專業的人員去幫助的 好 首先我會因為時間有限 我會先把一些比較重要的資源 先說了 以及一些重要的概念先說了 然後再慢慢解釋 首先很感謝Hillary 她花了很多時間跟我們做這些資料 不覺不覺做了幾十章 四五十章 我相信都不可能在一個小時裏面 說了這麼多資料 我們只能夠是 think more go slow less is more more may not be better OK 所以首先我就明謝 我是很敬重的這些老師 他們都是一些華人老師 他們是黃維仁博士 國際親密之旅 其實如果你拿了這些視頻 你已經得到了很多的資源 以後如果你可以每個星期 上去這些YouTube 或者他們的網站聽 黃維仁博士他有一個網站 是國際親密之旅的網站 是將他過去一段時間 做的一些的講座資料文章 都放得上去的 非常有用非常非常有用的 他是西北大學醫學院的心理系教授 第二位就是黃維仁博士 美國加州精神心理學家 有些文章是他提供的 他都是完全是免費 是願意分享他的文章 他就很關心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和網引問題 第三位是黃達營醫生 他是多倫多的一位資深家庭輔導 和訓練督導 也都是創辦了 深年深時工EQ Ministry 我也在他的EQ Ministry 上了十年的課 他是有個網站 叫做Hong Kong Reconnect 在裡面有很多他的資源 講座 DVD 另外在網上 他有些YouTube 就是《豁達人生》 講座系列 一二三 大家可以take a screenshot 這裡就很有用了 另外下面也是 黃達營醫生的一些 《豁達人生》 講座系列的YouTube 以及《激發老暴潛能親子》 講座系列 一二三 他們第一課的YouTube 這些都是免費的資源 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大家能夠一個星期 花一兩個小時 去聽聽這些講座 已經是很好的 那你今天就可以 現在可以去喝茶了 就不用坐在這裡參加這個講座 聽我說 因為我都在他們那裡 是學師拿回來的 那是三個黃 黃維仁博士 黃偉康博士 和黃達營醫生 三個黃 那另外就是 現在六月份 雖然父親節過了一個星期 但是我都很想在這裡 再次用這個機會 祝各位的父親 父親節快樂 尤其是我們天上的天父 父親節快樂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母親節 每個人都會很重視去慶祝 但是父親節通常少些人去提 但是我們要知道 在家庭關係 親子關係裡面 父親的角色 是非常非常之這麼重要 是無可取代的 你看到這裡這行字 是無可取代的禮物 所以如果爸爸能夠 有空對你的兒女 或者對你的太太 講這三句的 很真誠的說話 將會對你的兒女 或者家人 造成非常之正面 和有效的祝福 我看哪三句說話 當然要很真心地說 就是 我愛你 I love you 我以你為榮 你真是厲害 I am proud of you you are so good and you are good enough 這句good enough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記住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good enough I am so proud of you 你不記得呢 當我們的醫父關係 和父親的醫父關係很好的時候 我們的人生是滿有安全感 是會與眾不同的 當我們在這方面有缺失的時候 當然我們不會去怪我們以前的原生家庭 我們要自己為自己的幸福負責 另外我們記得是有天上的父親 是成為我們最安全的依靠和醫父 因為天上的父親 是有這三句最大的祝福的說話是給我們的 是我們是他的兒女 好了 第二呢 這個slide也是青少年的網癮問題 這個是王偉康博士提供的一個專題講座 你裡面看到很多現在因為疫情當中 這個青少年的因為上網課 很多時候變相成為有網癮 現在根據調查是差不多超過三四成的青少年 都遇到了很嚴重的情緒病 焦慮症、抑鬱症 而成年人也是 情緒是差了過半數 你看新聞就經常看到了 這些問題是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到的 但是以下所說的一些slide 將會是有幫助的 因為沒有一個問題是可以 很簡單 click click就搞定 按個按鈕就搞定 因為這些都是 怎麼說 冰凍三尺 就非一日之河 所以只能夠每日做些 每日做些 就是 we work on small things and less is more 就是 think small go slow and we will get there a bit by a bit 就是一步一步 是慢慢才可以達成的 那麼青少年的網友問題 主要就是家庭系統的溝通問題 他們自己的發展的developmental problem 另外就是他腦部的發展 另外有些是他自己的特殊需要 另外有些是尋求快樂 他是避免痛苦 他打遊戲的時候 在這個遊戲裡面 有很多的reward 有peer recognition 有童年的認同 父母通常都說他不對 not good enough 所以為什麼good enough 是這麼重要的 另外就是家庭要學習解決衝突 就是因為如果衝突的處理不當 都會促成青少年的妄忍 所以以下的slide都會說到 如何解決衝突 處理這些事情 另外就是有很多的現代科技影響 智能手機 心理上誘惑 另外就是他不開心 在疫情裡面苦悶 看不到朋友 都有很多原因的 所以這個講座是一個專題講座 我沒有可能在這裡講完 但是我會放在前面 讓大家知道是有這方面的資源的 好了 我們現在去到正題 這個我們的標題是 有關係 就什麼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個是一個中國人的言語 就是你沒有關係 就什麼也有關係 當你有關係 就什麼也沒有關係 有多對 大家覺得 就是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覺得 不知道你怎麼想 你可以在你的檢查裡 type你的意見 就是你覺得這句說話有多真 但是我覺得 在家庭或者個人的層面 的而且確 有關係 就很多事情 都是很容易辦事 是沒關係的 就是可以跳過 因為在一個家庭裡面 尤其是婚姻裡面 是有69%的問題 是沒有辦法可以解決的 但是當你那兩夫妻 家庭關係好的時候 有很多的矛盾 或者是很多的分歧 是可以越過的 但是當然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層面 在一些社會議題 我們當然都是要有我們的原則 有我們的分辨是非的能力 是要堅守我們的原則的 好了 我們現在以下的討論 是講家庭裡面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我會用這個講題 我們要注意人的腦 就是控制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學習 我們就要分左腦和右腦 右腦就是主宰我們那個圖畫 音樂 一些比較情感上的創意 創意的東西 左腦就是一些邏輯 語言、數學、文字、推理、分析的東西 另外我們要注意上下腦 大家如果看到我的樣子 你看到我們通常用一個拳頭 去比擬一個人的腦袋 那個上腦就是管理的理智 下腦就是有時候情緒 是disorganized的時候 就會刺激到騎劫了上層大腦 我們要盡量想辦法不要讓下層大腦去騎劫上層大腦 下面就是看到上層大腦和下層大腦的一個簡單的結構 當我們情緒很激動的時候 就是下層大腦disorganized了就會去騎劫我們的上層大腦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到讓這些情況 盡量避免發生減少衝突呢 就是我們要學習怎樣去aware 就是留意到自己是處於一個很激動的狀態 然後就不要讓下層大腦的情緒刺激到上層大腦 還有就是當我們平時做多一些有幫助的 真誠的一些鼓勵 一些關心 一些說話的時候 就會是令到生產多一些這些叫做serotonin Dopamine 還有Oxytocin 這些是會幫助刺激我們的腦部 產生更多安全的一些的連結 那些老神經細胞的連結 是令到我們的腦是覺得更加安全的 那為什麼得到這些serotonin Dopamine和Oxytocin呢 那就是當一個人感覺到被愛 Being love 被愛的時候 他就會有Dopamine 產生 當一個人感覺到很幸福的時候 他就會有Oxytocin產生 那為什麼感覺到很幸福呢 其實呢 當你給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一個很真誠的勇徒 A genuine hug 的時候 就會有Oxytocin 免費的 Free 那我想你呢 中國人真的很怕做這件事 嘗試給你的家人 你的太太 我先生在那裡聽著 你的丈夫 你的孩子 你的爸爸 你的媽媽 嘗試給他們擁抱 中國人很怕這件事 但還有 嘗試給你擁抱的時候 不要說話 嘗試 然後再嘗試三天做一次 嘗試增加到每天做一次 我相信你這個Oxytocin 會爆燈 會充滿了幸福感 你的免疫力會立刻提高 就是等於打了第三支針 所以呢 是這麼重要 另外呢 就是Dopafin Dopafin 也是一種悲哀的感覺 那我們要知道呢 就是 怎樣去避免 焦慮 當你說你的家人 not good enough 當你批評他們的時候 criticize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自己not good enough 他們就會產生焦慮 甚至depression 抑鬱症 這裏呢 就是產生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 盡量呢 是要用善意的眼光 真誠的態度 善意的螢光筆 去試一下呢 去將你家人的長處 去標明出來 拿一支螢光筆 去標明你的孩子 你家人的長處 用個口 一句一句這樣告訴他們 例如 我舉個例子 現在 Hillary 你在這裡 你幫我做slide 我真的很感謝你 你做slide的時候 是非常專業 而且呢 是很認真 在做slide的過程裡面 我看到你呢 是對你工作的負責任 和呢 是對 萬民社區中心會員的愛心 我很感謝你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善意的螢光筆 那如果你呢 經常這樣做呢 哇 你的dopamine是爆燈 打第四支針 那 好了 我們再回去說到這些 serotonin dopamine 是怎樣幫到我們的腦呢 是幫助我們的neurons 是連結起更加安全的pathway 我們有一句說話呢 叫做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 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說的 那他們呢 是研究過呢 當一個孩子呢 他從小呢 是經常被父母呢 是罵他呀 或者是批評他呀 或者是經歷了家裡很多trauma的時候呢 他是產生一種的 很disorganized的依附形態 一種的叫做 很失衡的依附形態的時候呢 他的腦那個neuron pathway呢 是好像炒蛋那樣的 而他將來的人生呢 是將會是產生很大的difficulty 所以做父母呢 或者對著家人呢 是應該怎樣做呢 幫助孩子脫妄忍呢 是真正要做的事 因為妄忍也好 賭博忍也好 其他的人也好 都是一些的fake intimacy 那是怎樣用 要用真的attachment 真正attachment 去戰勝一些假的親密關係 那是怎樣呢 你是要跟家人 或者是有妄忍的那個人呢 是多些鼓勵性的說話 講多些 encourage他 肯定的說話 affirming他 贊同贊許的說話 approving他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中國人呢 通常呢 就是挑他的不對的出來 批評他 然後呢 就是希望他改 但結果呢 你只會推他走 push him away push them away 是沒有辦法改到他 只會呢 是令到他不聽你說話 shut down 好不好 所以呢 記住 要解決青少年妄忍 任何的人呢 都是要從這三樣東西著手 鼓勵 肯定 讚同 那你建立一個真正的愛的關係 才是 一個人經歷到真愛呢 他才會有一個 inside out的成長的改變 好了 那我在這裏呢 想做第一個的 po 有一個的調查 我想問一下大家的聽眾呢 你 當你和你的家人相處的時候 或者你教兒子的時候呢 你是 像誰呢 麻煩你same 第一個po 是的 請大家按一按個po 不是啊 是說了你的年齡區間 是的 你那個的 想調查一下大家的年齡區間 是 是的 那很多都是中年以上了 是的 都對人生呢 是有很多的領悟和了解 那第二個po 麻煩same 你這個result要不要對 還有三秒 要的 要的 所有post的result我都要的 因為他一end post的時候 他就有個result 是的 那我先分享一個result 或者save了個result 好的 如果你ok的話 告訴我 ok的了 ok的了 那大家要按個submit 是的 要submit 是的 就是大家選擇了之後 請大家按個submit 可以再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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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了 是的 多謝了 那第二個調查 我想問問你 你和家人相處的時候 到底你是像你爸爸 像你媽媽 還是像另一個人 或者你的親戚 你學到你舅舅 你阿姨怎樣教 和家人相處呢 是的 那第二個報告麻煩 Semi 麻煩大家按一按 哇 哇 amazing 是的 哇 原來很多人呢 他教子女的時候 原來是很像他媽媽的 很像他媽媽的 很像他媽媽的 Thank you 是的 我ok的了 都有百分之十七的人 是像他爸爸的 是的 然後有些人像其他人 good 是的 那我呢 麻煩你 take a result 就行了 那我呢 我呢 就是 我自問一下 我教兒子的時候 不小心 一出口 我爸爸那些東西 就在我的口裡 就是彈了出來 那是很多時候 當我們在家裡 遇到那些孩子的問題 在那一剎那之間 你是沒有時間去想 我應該怎樣教 有時候 就是變了 unconsciously 不自覺地 就是 那個爸爸 就在我的口裡走出來 那所以呢 我就要注意 是要怎樣 是 自己呢 要去 就是 協調一下這件事 這樣 以下呢 我就會share下一個slide 是 這個ok了 可以take a result 多謝大家 是 好 好 那我們呢 繼續講我們的slide 是啦 看到我們很多人 原來教兒子的時候 好像媽媽 和人相似的時候 好像媽媽 是啦 ok 這個可以close 這個可以close 好了 那我們呢 就是 是 Sami 我要move on to 下一個screen 下一個screen 你 現在是在你那裏sare 的 ok 在那裏sare 所以你可以用回 是啦 好了 下一個screen 就是我想問一下大家 就是 我們怎樣去增加彼此的關係 改善呢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在家裏面 是 有沒有經常是鼓勵你家裏人呢 還有你怎樣去表達你愛的語言呢 愛的語言呢 是有很多種的 那通常是你的quality time 和你家裏人 或者是一些很精心的禮物 這方面呢 中國人呢 就毫不論識的 另外呢 就是服務的行動呢 例如是洗碗 這樣 例如呢 就是我先生就是做洗碗的 那我也很appreciate 就是聽說呢 王維仁博士說呢 就說 會洗碗的男人呢 是會很長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太太會疼他多些 煮多些飯 那他就長命一點 說笑而已 身體的接觸 好像我剛才說呢 就是 趴一趴你孩子的肩膀 或者甚至是給他擁抱他 掃掃他背脊 他會覺得呢 是很amazing的那種感覺 這個呢 西人呢 是真的很擅長 最後呢 就是肯定的言語 中國人呢 在這方面呢 是比較缺乏的 那所以呢 一會兒呢 一會兒呢 我也想大家想一想 到底你家裡邊呢 哪種愛的語言呢 是最多呢 是最擅長呢 一會兒我會有個調查 但現在呢 我在這裡先講了這個 Love Bank Deposit 就是呢 怎樣去和你家裡人存款 那我們呢 就用親密之旅的一些存款的方法 王維仁博士呢 就是教我們呢 三人一事話存款 三個人呢 是什麼意思呢 三個人格 我們最好平時呢 是儲多一些的language 一些語言 就是怎樣去 就是講我們的feeling 的詞彙 還有一些正面人格的詞彙 然後呢 一事就是最近一件事 是對方做得很好 你想多謝她的 這樣呢 我現在呢 就想和Polly做一個三人一事話存款 好嗎 Polly 好啊 是 看了吧 那假設呢 你現實裏面 你家裏呢 就應該拿著對方的手會好些的 因為在疫情裏面 我已經見不到很多人了 那對著你家裏的人 這麼難得了 那你拿著手 四隻眼看著 如果你戴眼鏡的 就八隻眼或者六隻眼看著 好嗎 那Polly我現在看著了 OK 你又看著我了 好啊 OK Polly 我就覺得你這個人呢 是很熱誠 很有愛心 還有呢 你做事呢 是很尊嚴 我參加了萬民的網上活動 這幾個月來呢 是經常呢 是見到你 是發一些信息 去邀請人參加一些很有益心心的活動 還有呢 是提醒人 是以後 接下來呢 有些什麼的活動 還有呢 你辦事的時候呢 也都是 很公正 那最近呢 是 我在做這個講座的時候呢 因為有很多的 slide 很多的資訊 是我自己呢 是很弱 不懂得去做的 而你呢 是可以呢 是 coordinate到 同事呢 是做 做了幾十張 四十五十張 slide 還有呢 有些意向調查這些 poll 你又可以呢 是 麻煩到 Sammy去做 然後今早呢 臨開那個講座 你還打電話來跟進 那麼呢 我在這裡呢 是特別向你呢 是多謝你 表示感謝 啊 就是我看到你 服侍這個社區的愛心 多謝你 是 我也很多謝你的鼓勵 你有什麼 feeling 你可說一下你的 feeling 聽完這個三人一視話傳本 啊 我覺得 你是說得很具體 feeling feeling 是 我的感受是覺得是 很受鼓勵 是 是 就 會是 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嗯 那就 感覺是非常之好 嗯 好 那Polly我希望呢 其他的聽眾都是 就是多些去增加你 feeling 的癡會 例如是什麼呢 剛才Polly她回覆我呢 她說很多很事務性的事情 很具體啊 好啊 但是呢 我們是再多些情緒的 feeling 會好些 我們呢 我想share 如果你看我的screen的話呢 我們這裡有一個呢 是很多公仔頭 就是好像 WhatsApp的emojo 那樣呢 其實裡面有很多 feeling word 的 那我們要儲多這些 feeling word 例如呢 我覺得很excited 啦 好溫暖啦 啊 好 interesting 啦 好 好 lonely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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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覺得好 好 很 discouraged 啦 或者是很encouraged 啦 或者是覺得 好foughtful 啦 或者是覺得好 很suspicious 或者是覺得很冷酷 或者是覺得很自信 很confident 或者覺得是很受傷害 hurt 這些詞彙如果你能夠儲多些 當你向你家人表達的時候 而你對方家人也能夠聽到你表達你的感覺的時候 已經是解決你情緒困擾的一大步 好嗎? 在這裡我想做第三個帖 麻煩你Semi 你的愛的語言到底是哪一個呢? 你家裡家人愛的語言是哪一個呢? 請大家按一下 嘩! 厲害了 嘩! 中國人真的是 act of service 服務的行動 然後quality time 都很多 嘩! 非常好 肯定的語言都不少 有百分之十四 精心的禮物都有 身體接觸真是最少 我們中國人呢 是覺得 嘩! 真是非禮物動 真是不要亂摸 但是對你家人呢 真是可以拍拍拍拍 投訴 背脊 給他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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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我孩子小時候 他的學校 是替他做很多 QPON 可以的了 Sami 如果可以取得結果 那 QPON 是做一個 free hug 的QPON 我到現在還保持著 很漂亮的 是他的幼稚園做的 free hug 我兒子拿一張QPON 過來給我 我就給他一個 甚至後來 我將他大量印刷 做了很多 那張QPON是派給其他人 是EQ班的組員 他們拿回家 甚至家人之間 都可以拿個free hug 這樣 所以 這個身體的接觸 是很缺乏的 中國人 多謝大家 這方面 好了 希望這方面有增進了 身體的接觸 和肯定的言語 是要多說一些 好像剛才我們的 三人一事話存款 就是一個例子 講三個正面的人格 講三個正面的人格 然後是多謝他一件事 好 那我們就繼續 下一個screen 是 我要等下Sammy off了他那個 pose Sorry 是 好了 下一個screen 你是下一個選擇 是嗎 不是 我是下一個slide 你自己按的 你那裏 是 我按不到 你按不到 是 下一個slide 是 是 好 多謝 下一個slide 是不是要close我先 先 應該你 你移動 好 那不要緊 做完這個pose先 對了 我想大家 做完這個調查 我們和我們的原生家庭 或者和我們現在的家庭 通常都有一些的依附形態 你覺得你在你的家庭 或者和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丈夫 妻子 你的依附形態是哪一種呢 A是安全型 B是逃避型 C是焦慮型 D是敏亂型 微亂型 剛才我講過 如果有些孩子 從小到大 被人批評 或者經歷家庭的一些trauma 它是很容易變成焦慮型 還有是disorganized 是敏亂型 鼻亂型 這樣 所以 你到底是一種什麼的依附形態呢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是安全型 是不是呢 實際上 對不對 我可以講講 安全型就是怎樣的人 看自己是好的 可以的 看別人都是好的 可以的 情感比較成熟 有彈性 對人有信任 是否信任人呢 能夠適度依賴 又不怕被人依靠 能夠給人空間 亦都給人親密感 逃避型 是什麼人呢 看自己是可以的 看別人是不行的 不行的 不行的 過度需要掌控 而且是不講自己的感覺的 不信任或者依靠別人 是怕被人依賴的 不想被人依賴 傾向以事物取代感情交流 即是說一些事實的事 說一些事務的事 就不講感覺的 人家通常是抱怨他太獨立 不讓人親近 這個是逃避型 照類型是哪一種呢 是看自己不好的 不行的 沒有價值的 看別人是好的 很棒的 很有價值 寫山望去哪山高 對外機渴 怕被拋棄 怕別人不想與他親近 過度敏感容易受傷 對親密對象常常愛恨交加 別人常抱怨 的時他的情感太依賴 不給人空間 你覺得是哪一種呢 最後了 難過微亂型的人 即是disorganized 看自己也不行的 不好的沒有價值的 看別人也不好 不行的沒有價值的 對外機渴 卻充滿懼怕 無辦法信任人 徘徊在麻木 他人處理之外的極端逃避型 和焦慮上備強烈情緒陰沒 對親密對象愛恨交加的 極端焦慮型之間 好嗎?有沒有最後調整你的答案?有沒有改動? 聽完我的定義描述之後?有沒有? 是結束了嗎?有1%的人改變了 那是可以的,這個是你自己的直覺 也沒有說對和錯的 沒有對與錯的,可以完結了 謝謝Sammy 接著我就會下一個鏡頭了,多謝各位 哇,多謝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很安全,非常好 然後有21%是焦濾營 這個都很正常的,尤其是現在pandemic 有17%是逃避營 有4%是微戀營 可以結束了,Sammy 謝謝 那我就下一個鏡頭了 行不行?你試一下 我閉嘴嗎?我閉嘴 我還沒拿到下一個鏡頭 你還沒拿到 是的,很多謝大家參加這個一項調查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reflection 當然這個是你自己的直覺 其實如果要去find out 到底屬於哪種的依附形態 是有一個很詳細的問卷去做 然後才知道的 剛才我只是做一個很概略性的一個描述 讓你自己去reflect一下 去反照一下到底我像哪種呢 但實際上在專業上是有很長的問卷去find out 我還沒拿到下一個鏡頭 我正在嘗試 我現在都想 為何不停止 OK 行不行? 你出了下一個鏡頭 不是,我已經停止了 不夠了 怎樣玩? 你現在行不行? 現在你出了下一個鏡頭 現在你出了下一個鏡頭 我先結尾它 是 為何你的sharing不可以呢? 我需要不需要stop sharing screen? 你試一下一次 你試一下stop 再進入你的sharing screen stop sharing,是嗎? OK 好 你再進去sharing screen 再進去sharing screen 你的鏡頭還在 我鏡頭 因為你是co-host 所以你會看到的 OK 我們用戶是看不到的 OK 我拿不到下一個 等一下 我現在都停止 是 不好意思 各位聽眾 因為這些技術問題 真是很high-tech 我就是 我就是那些 情感型的人 處理左腦的high-tech 是真是很… 阿文,你可否轉另一個鏡頭 你自己 下一個鏡頭 可以嗎? 轉下一個鏡頭 咦,我看到你移動了一個鏡頭 等一下 可以了 好 那我們繼續 以下我會用一部分 親密之旅的內容 去講解這些家庭關係的事情 親密之旅是王維仁博士所創立的 他是西北大學醫學院的臨床心理學家 大家可以在公眾號 或者親密之旅的網站 剛才我第一頁的時候 已經發布了親密之旅的網站 裡面有很多他的文章 很多他的視頻 是非常非常有幫助 現在他在中國已經幫助了超過十萬人 很多家庭 而且在新加坡 在北美洲 加拿大 是有很多親密之旅的小組 在北美 美國也是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親密之旅的課程 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我們都會有一個意向調查 看看大家會不會有興趣 在萬民死區中心 是上一些親密之旅的課程 是十二課一個模組的 好了 好了 親密之旅的目的 這裡又有一個親密之旅的官網 在這裡 大家可以take a screenshot 可以自己上去看 他就是想建立一個3Q6C的家庭群體 或者是家庭或者是社區的群體 就是一個群體不需要大的 可能是六個人 十個人 不需要多人 大家互相了解 互相的支持 是好像一個support group這樣 而且是用一些比較 是肯去一起學習的一種心態 那什麼叫做3Q呢 我們說是learning quotient emotional quotient 和spiritual quotient 那learning quotient 其實有很多人覺得EQ 這些是common sense 我需要學 我懂得對付別人就可以了 原來EQ也是有很多東西的 我覺得EQ是一個lifelong learning的過程 我自己就是一個lifelong的學生 他不停地去學習 從一個不知道自己不懂什麼 到知道自己不懂什麼 然後開始知道自己學到什麼 然後學到的東西 是不自覺地用出來 就變成了一個unconscious incompetence 變成了conscious competence 希望到最後 好像開車那樣 變成了unconscious competence 這樣是經歷了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那綠絲是什麼呢 就是六種的特質和人格 就是人生裡面是有人愛你 有人懂你 有人聽你說話 傾聽你 為你保密 而且他們有人生智慧 而且是幫你一起 和你一起成長的 這裏是有黃維仁博士的一段YouTube兩分鐘 我想大家聽聽 大家可以在YouTube那裏看 查親密之旅 就有很多YouTube Carmen 你可能分享 那裏沒有分享過聲音 噢 音樂 所以沒有聲音 為什麼分享音樂 是 在你的分享左角那裏有個聲音 在你的分享左角那裏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OK 不要緊 大家看字幕 其實是講國語 由開始 回到最前那裏 我不知道按誰 不要緊 大家看字幕 兩分鐘而已 大家可以在YouTube那裏按親密之旅 就有很多相關的資料會出來 大家可以在YouTube那裏按親密之旅 就有很多相關的資料會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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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刚才有位 有位听得很开心 最后我会做个民意调查 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参加七日之旅的十二课的模组 好了 我们继续下一个slide就是讲 我们一些很简单的概念 在人生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最渴望是两样东西 到底 我是不是被爱的呢 被接纳的呢 而且是无条件地接纳呢 你觉得呢 在你的家里面 你是不是被无条件地接纳呢 你觉得呢 原来这件事呢 男性是比较在乎的 就是很紧张 你家里人是不是无条件地接纳呢 第二呢 我是不是很重要的呢 我是不是在被爱的人心目中是居首位呢 就是呢 这件事呢 原来女性呢 是比较在乎的 那通常呢 人呢 就是很渴望呢 就是得到这两个答案 我被爱吗 我有用吗 那原来呢 在天父的眼中呢 我们是被爱的 我们是个个都很宝贵 是很有用的 是吗 Sharon Sharon呢 Sharon呢 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听众 她呢 就是教会我这件事 那另外呢 就是啊 王维仁博士 她呢 就是很重视 有几句的 这个名言 大家留意呢 就是说 我们最后是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 快乐负责 就不要整天想着呢 要改变别人呢 去让自己得到 我们需要得到的快乐幸福 我们怎么为自己的幸福快乐负责呢 下面那些slide呢 我们会讲 然后我们怎么去帮我们的家人呢 我们就记住这句说话呢 已经很大帮助了 就是傾听就是爱 了解中有医治 Listening is healing 你记得呢 你听她说话 然后呢 是尝试呢 将对方说的话 如果你的孩子遇到问题 或者你的配偶遇到问题 她来跟你说 其实你不需要去评断 判断她是对还是错的 You have to be judgmental 你就是听她说 然后很简单这样呢 去重复她说的话 然后问她 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我听到了 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然后她会说 哦 你七成了 你说了明白了七成了 原来还有三成是我的意思 是这样的 我明白了 你不需要说我认同 我认同你了 我接受你了 我认同你了 我接受你了 我认同你了 你不需要去药材谱 买人心的 这些人心是你给出来的 然后呢 爱呢 根据王维仁博士说 就不是要更加努力 是要更加有智慧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 三Q六C的群体 是要用善意的荧光笔 去标明对方的长处 是经常要这样做 在当对方感受到悲哀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持久的 自发的一个改变 这个呢 我都是自己在学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 每个人在学习当中 好了 这个图呢 是很多很多的心理学家 都会用的一个图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成年人 这个两个图呢 就是两个成年人的配偶在这里 但是其实他内心呢 都是一个小小孩 他有他的需要 我被爱吗 我还要吗 你的内心呢 你的内心呢 是不是都是有这样的渴望 要和对方接近 得到对方的无条件的爱 而且是将你摆在他的手里呢 我被爱吗 我 有用吗 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多些 用一些感受的语言 很简洁的 清晰的 和对方讲一下感受 然后对方也都尝试一下 去谈谈就是爱 了解中有因子 听到这些感受的时候 就是再重复一次 你刚才是觉得这样啊 你觉得在疫情里面 很屈满 是不是 哪里都去不了 很难受 是不是 又担心 在疫情里面 又担心被惹到病毒 我听到你说的 我和你一起 我陪着你 我明白的 你觉得呢 你觉得听了你觉得怎么样 Holly你觉得怎么样 是 是 很有支持的感受 觉得很舒服 有人敢看贴你的内心的感受 多谢你Polly 是的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成年人 内心都是有个小小鞋的 我里面都有个Little Carmen Polly里面有个Little Polly Sami里面有个Little Sammy 这个是Little Sammy 这个是Little Carmen 这个是Little Carmen 刚才我要请Sami 帮我做Poll 那时候 我要Reach out 找Sami Sami 哇 这么短时间很难做 那些Poll 真的她做了出来 我都很佩服她 我很感谢她 所以 记住 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个小小鞋 她问的两个问题 我有用吗 我可爱吗 你怎样去回应这个小小鞋呢 你都可以回应自己的小小鞋 不用对方回应 当然如果你可以回应对方最好 你都可以回应对方的小小鞋 但是你都可以自己去回应这个小小鞋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我们怎么做 OK 这幅是讲两性差异 我们不够时间了 我们跳过 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日常的冲突呢 这个是黄达型医生所提供的资料来的 黄达型医生呢 其实我们很多心理学上都会知道 人在遇到冲突的时候 通常是有 就是 Fight Flight Flight and Freeze 这个是在二百分一秒里面就会产生的了 这个的反应 你是自己呢 连想都没有时间想 就已经是产生了这个 Fight Fight 那我们怎样去aware自己呢 要知道自己是进入了一个 黄色区间 甚至进入了一个 红色区间呢 你当你平时很开心的时候 很安全 很自在的时候 当然就是一个Safe Zone 是绿色区间 我们 当我们进入一个黄色区间 就是你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身体 你探索身体的时候 觉得很紧 肩膀又紧 脖子又紧 脖子又紧 连鼻子都紧 连嘴唇都紧 那你就知道 自己原来已经进入一个战斗 或者逃避的状态 觉得很不知所措 而且是有一种很冲动 很愤怒的感觉 有些人甚至会封自己 甚至有些会逃离现场 那你是怎样去感觉到自己呢 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你的交感神经 有些护交感神经 会有反应 你会有一些防卫的策略 好像你在国家公园 遇到红瘾的时候 你会怎样做呢 你在国家公园遇到红瘾的时候 你一天就走 你会不会跟他搏斗呢 有些聪明人或者会跟他搏斗 要不你假扮死 炸死 连气都不要吐 因为他闻到你的味道 都会咬你 所以我们要知道 原来在二百分一秒 已经是有这个反应的了 我们怎样去处理呢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aware 由一个unconscious的状态 变成一个conscious的状态 由一个不自主的状态 变成了一个自主的状态 这个就是一些应对的策略 他教你如何深呼吸 大家可以take a screenshot take a screenshot 去如何注意到自己进入这个状态 去处理自己的焦虑 如何走开一下 去拉根 去做运动 去做其他事情 去distract自己 然后如果你冻结状态的时候 你是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 自我调节 调节身体 然后减少受刺激 要抑制自己内在的小小孩 尋找一些尾线的东西 和一些安全的群体一起 和他们多些相处 当我们说到一些安全的支持小组 或者一些 safe support group 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教会的小组 万民社区中心 或者是教会里面有很多小组 查经班 这些都是很好的细胞支持小组 帮我们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另外亲密之旅的小组 都是尝试创造一个3Q6C的心灵六周 即是在里面希望有一个治愈 这里有很多很有用的资源 关于悲伤的治疗 关于各方面 这里就说不太多 我们就想看看这幅图 当我们能够软化自己的时候 彈性的时候 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健全安全的 一个医护形态的时候 我们跟家人或者配偶 是可以这样去共处的 这幅图是我在一个很大的 艺术展览拍的 阿巴索 巴尔赛艺术展览拍的 我一看这幅图 就立刻想到是EQ班 EQ班里面所教的 那个医护形态 它下面有两个大风扇 是这样吹的 但是它两个是永远是互相依附 互相支持 是没有跌过来的 虽然它们是很soft 是一些布料做的 但是它们是没有 never let each other down 是不是很好 这个 OK 当我们是不安全 处于一个fight的状态的时候 在战斗的状态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你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的人 有时候我也是这样的 我不会否认的 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就变成了这只战猪 你想不想做这只战猪 或者你想不想和那只战猪一起相处 这个我也是在阿巴斯尔拍摄的 我又马上想到EQ班的东西 存了一张照片 留在现在用的 OK 这两张照片是挺有意思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了 我们刚才说到 我们是要有LQ 要有Learning Quotient 最初我们觉得EQ是一些common sense 不需要去学的 自己搞得好 那一个就叫做 Unconscious Incompetence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然后去到一个愚昧的山峰 当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甚至在疫情里面觉得很绝望 很depressed 然后开始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然后慢慢去学 知道自己懂得什么 然后慢慢学到 希望可以自己处理到自己的焦虑 自己可以 cook with自己的anxiety depression 一部分 当然如果你有很深的需要 是要找专业能治帮你 可以是希望做到 Unconscious Competence 如果是一些的亲密之旅的过程 是希望帮到人 是有一个好的支持小组 学到怎么样 self awareness的时候 是当你遇到一些的冲突 或者矛盾 是由处理 那个过程 是那个反应 不良反应 是由六年 LAST的连续是 放到五个月 然后四个星期 然后两天 然后一个小时 然后二分一分钟 你想不想学到这样 我也是在学 这是一个life long learning 我们刚才 问大家 你的依附关系的形态 安全型 逃避型 焦虑型 disorganized 我们都可以reflect 我们的原生家庭 是怎么样 或者你给你的孩子 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 到底是过度亲密 还是过度掌控 还是过度放纵 还是过度疏离 不要忘记 我们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 当然我们不可以改变 我们父母 所制造的原生家庭 我们也不可以怪他们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 为自己的快乐 行走幸福 也不可以学习 也不可以学习 是由现在开始 是创造一个更加好的 给我们孩子 一个原生家庭 这个图是很有用的 好了 那就好像是有下一个铺 麻烦了 Semi 就是放下一个铺 下一个民意调查 是的 请大家按一按 是的 你和你家人 不和互动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 就是你和你的家人 有矛盾的时候 到底是否定他 批评他 防卫 抵抗 还是负面全息 还是避开他 还是其他呢 唱首歌给他听 买个蛋糕吃 买个花给他 那样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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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很感谢大家 原来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是避开的 那样不错 中国人很喜欢避开 逃避 那样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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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i 可以抵抗了 是的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可以抵抗了 原来这四样东西 就是我们亲密关系里面的四大杀手 根据王维仁博士所描述 这个就是四大杀手 大家记住了 亲密关系里面的四大杀手 能不能害怕 我都有的 我都是在学的 那如果你能够学到 如何去减少这些东西 你的亲密关系 和家人 孩子 配偶 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要知道 我们的情绪金字塔 这是亲密之类的版权 在表面上 我们的金字塔上面 是愤怒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愤怒 但是下面 原来我们的深层情绪 我们的primary emotion 是伤痛 失望 我们渴望的是什么 最primary emotion 是游情 和亲密感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件事 你是觉得 不开心的时候 你除了你的二百分之一秒 反应是愤怒之外 你可以再试试 尽深一些感受在你里面 到底是什么 那些是 试试找一些形容词 去形容它 是什么的伤痛 是什么的失望 是否被排斥的伤痛 是否被hurt 或者是被否定的伤痛 还是被abandoned的伤痛 或者被betrayal的伤痛 然后你最底层 最根本的需求 渴求是什么 你试试可不可以用一个 语言的图像 文字去描述出来 原来你最渴望的是 是游情 被接纳 和亲密感 是被爱 是被认为有用 good enough 那种感觉 大家记住这个金字塔 原来当我们在愤怒的金字塔 顶端的时候 原来我们下面是有这些东西 我们试试用语言去描述 用图像去描述 当我们能够用语言图像 去描述给对方的时候 我们的伤痛 减怪罪 就会等于是亲密关系 不好意思 这是等于的意思 等于亲密关系 如果你伤痛 加上怪罪 责怪 就变成四大杀手 刚才大家不是做了调查 原来很多人是逃避的 或者是负面诠释的 最好是不要用怪罪 然后试试摸一下自己的内心里面 到底那个渴求是伤痛 是需要那种游情亲密被接纳 试试说出那种感受 好吗 好了 现在其实时间不太多 我就设计多一个视频 就可以给大家问一下问题了 是否还有一个铺 Sami 还有三个 三个 三个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好的 先保持住 麻烦 如果我们能够完全了解自己内心的情绪感受 能够疏度掌握自己内在的情感状态 而且可以正确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受 就是很有帮助 因为人生最困难的事 就是要了解别人了解自己 你试试很虚心地摸索一下 就是要了解自己内心的世界 试试去找一下 最主要的情感是什么 就是那种渴望 避爱 悠情 和亲密感 然后试试去表达那种被伤害的感觉 你会减少心理投射 避免误解和冲突 那下面呢 我就尝试一下 就是 大家还要知道 就是find out自己的心理按钮 就是我们的raw spot 有些什么事情是人家很容易按了你的按钮 我们经常说 哎呀 我们不愿意按了他的按钮 他很大反应 他explore 试试自己找到自己的按钮 但是 是什么是按到你的按钮呢 你可不可以自己去想想呢 我就有些按钮会被人按的 就是当我被人无端端被人否定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的心理按钮 我是很大反应的 会被人否定的时候 所以每个人都有 不是你的错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按钮在哪里 你试试保护你的按钮 不要被人按你的按钮 好吗 另外就是有些办法可以帮你家人 或者你的孩子 去表达他们的情绪 例如他们的焦虑 比如说我对于考试的紧张 或者我对于明天 建功的紧张程度 你试试帮他用 这个不是宗 这个是我儿子做的 就是表达一下 另外的三支箭就是我家人 我对于今天这个讲座 我的紧张程度也很高 这个就是我的紧张程度 8.5很高 好吗 那我要表达出来 让家人明白 那你试试 口问你家人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 你现在有多紧张 或者你这个担心 明天打针 你会痛 或者有些人是紧张到 某些事情 那你告诉他 你1 out of 10 是有多严重 由一到十多严重 OK 那他如果说到 你又听到 哦 原来这么严重 那已经是帮到他了 已经舒缓到他了 OK 那然后呢 就是 这个 是的 那这些我就不说了 我只是想播一段视频 给你听 但是当你听到对方说话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的聆听者呢 就是要多谢他对对方打开的心门 用尊重的口气去分享他的感受 因为感受是没有对错的 你呢 是说 我可以理解 体会你有这种感受 对不起 我引发了你这种感受 我愿意考虑你的请求 这样呢 对方已经是对他很大的舒缓和医治了 OK 而你有感受的时候 你怎么跟对方说 那黄卫人博士呢 就有这个七个报酬了 首先呢 我很欣赏你 多谢你 但是当你说什么什么的时候呢 我觉得 那你就用个语言图像了 哇 我觉得这个十号风球呢 是打到来我们的家了 那你说的语言图像呢 就很有帮助了 我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需要你呢 其实现在呢 在这个时刻呢 就是 拍一下我肩膀 鼓励一下我 或者是 给个拥抱我 下一次呢 我可以改进的东西是什么呢 哦 那我就不要打一个枪 去让那些风吹进来 那样 或者呢 下一次呢 我需要你帮我怎么做 去改善这个情况呢 是什么呢 那你可以跟对方说 大家可以take a screenshot 这个七部曲 那就是可以帮你怎样去 外的授护 就是怎样去修补这个 有一些矛盾的情景 这个是狠谈者 可以做的七部曲 大家可以take a screenshot 然后后面呢 就是傾听者的三部曲 好了 那我们要记住呢 看什么在冲突里面 寻求双赢呢 就是要黄博士说了 先解决心情 再解决事情 当你心情解决了呢 事情就很霸民 然后就有效地处理冲突 要察觉你表面的立场 你可能很愤怒 探索你深层的需求 然后合力寻求双赢 这里呢 我看完这条视频就完了 这条视频就是在一套片里面 叫做Good Doctor 良医里面我拍到 我一看 哇真是正啊 就是说一个很好的 一个当是一个矛盾的关系里面 一个很好的表达 而中国的男士呢 华人男士呢 是不善于这样做的 就是一个丈夫 第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作为医院院长的丈夫 在疫情里面呢 她觉得一个无奈 就是冷落了太太 那是整天走去打机 是不理她的太太 那这个太太也都很不开心 后来她是在早餐里 和太太呢 是说了一段说话 另外呢 就是一个医生的爸爸 在医院里呢 是要照顾病人 而没有去参加一个儿子的毕业典禮 那后来呢 她在那个视频里呢 和她的儿子呢 是说了一番说话 哇 我觉得呢 真是正啊 那所以呢 我就是借这段片呢 名借这个Good Doctor 在这四分钟的片上 大家看看的 好吗 大家看看 Carmen may play 哦 未 play OK 听不听到啊 因为你那个share screen那里呢 在左角那里呢 有一个叫share 叫shar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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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停一停 你进去share screen那里 share share 是的 左边角的 左边角的 在下方的 左边下方的 左边角的 在下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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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新做 左边下方的 会不会因为我录音 所以它没有了 这个按针呢 不会的 不会的 都会有的 有的 哈哈 我出回来 因为这条片真的很好 是 你出回来 你重新进去 你选择 这个share screen的时候 是 你share screen 是的 第一 你就找到你的 那套片 跟着呢 你在左边角 有一个叫share的 声音 哦 看到了终于 那里没有啼头 不好意思啊大家 浪费时间 好,再来过 一分钟 你拉他去 是啦 没所谓的 好,大家听 你拿你的 银子开,请 我没有认为我做了任何事 但我可能会错 我认为我做了任何事 当这个院长放下他的阿玛 放下他的盔甲的时候 他向太太表达他的语弱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夫 谢谢 太太没有骂他 多谢他 谢谢 我只需要一个真正的一瞬间 事情 让我知道 你实际上 是被需要的 原来这个太太更开心 他是被需要的 他是很重要的 我都很抱歉 我都很抱歉 我抱歉 我抱歉 我也抱歉 我抱歉 然后他们予此 杯枝和原谅 这个是父亲 在醫院照顧出生的病人 兒子說他沒有來參加畢業典禮 發脾氣 我認識你嗎? 她是正確的 我還不太太關心了 我還不太關心了 我們不需要說話說話 我還不想知道你會關心你嗎 我… 我知道你的工作是重要的 但… 我只是想知道你關心我 比你關心你關心的工作 我是不是重要的 我是不是被愛的 我是不是被愛的 當你媽媽出生了 我感到很緊張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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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刻,全都改变了 我逐步上去的遍遍和你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抱着你 我说我都说了 我说,你好兄弟 我从来没有叫到一个兄弟之前 但是 你也是我的兄弟 我看到这里也很感到 原来我是这么重要的 原来我是被爱的 好 这个讲座 我就停在这里了 请Semi分享那三个帖子 一个一个分享 谢谢 麻烦大家按一下 给一些意见 涂大这个讲座对你有没有帮助 有三个调查的 想大家做完三个调查才走 是 做了一个铺 是 OK 这个正在做 正在做是吗 谢谢你给这个回答 另外两个调查就说 我们可能考虑 会搞一些亲爱之旅的十二节的课程 和是EQ班的亲子关系的十节的课程 看看大家会不会有兴趣参加 可以复那个民意 另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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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这个帖子里 如果你很想参加的话 想将来收到通知的话 呢 就可以收这个帖子了 Semi 就可以在这个帖子里 打你的名字 和你的电邮上去 以后呢 我们方便联络你 就是想参加 亲爱之旅 你用JTI 如果是EQ班 你就用EQ 那就打你的名字 EQ班就是亲子班 来的 请大家复一下这个调查 就是亲爱之旅的十二节课程 有没有考虑呢 另外可以在这个帖子里 打你的联络方法 你的名字 这边我们可以联络你 Carmen有些人问 那个收费是怎样的呢 它通常呢 就是收货本的 就是如果亲爱之旅的货本 可能是少过20元 如果是EQ班 那个广义 一个广义 应该也是 应该少过30元的 都不是我收的 都是 那个publisher 它有些版权 我是不会收钱的 OK 这个帖子可以收得了 Semi 谢谢 还有最后一个帖子 就是EQ亲子班 还有大家有些什么问题 可以问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想参加那些 就是打打打我们的contact 在哪里打 在这个check 在这个check那里 在这个check那里 type你的名字 你的email 以后可以再联络你 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办 和怎么办 好了 最后一个帖子 是的 请大家按一下这个帖子 最后这个调查 就是亲子的EQ班 就是主要用 王达形医生 那套的亲子讲座 的材料 如果亲密之旅 就是用王为人博士的 那套材料 好 多谢大家答复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 你就在这个check那里 type你的名字 和你的联络方法 可以收得了 好的 不好意思 Jane 不知道是 你的电邮 你可以传给我也可以 Jane 因为很多时候 发觉 那些朋友的email 我们联络不了 Jane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打上check那里 是给Polly Carmen 是吗 是 我想有个问题 例如你说 Listening 就是医治 治療 我想问 有很多时候 譬如对方 就是子女 比如说 你不对 这样做 那他就尝试解释 那我们就会说 你真是exclusive 就是说 你不用说了 你是这样的 你不想听 就是这样的反应 那其实 是对还是不对的 还是我们 他们真是 真是想解释 还是他们想 解释 那如果他这么说 这个当然不是 一朝一夕 可能是很长时间 一路建立起来的 一种的误解 和是 沟通的模式 那我们只能够是 从很少很少开始 就是 逐一点逐一点 去改变 你以后 再和他聊天的时候 你就是认他 哦 原来你这样的意思 哦 原来你想去街 是吧 我听到了 哦 原来你想 跟哪个朋友最友善 是吧 哦 好吧 你试一下就这么认他 就行了 你不需要他立即给判断 他说 哦 你怎么搞错 这个朋友这么困 你都跟他一起 哇 你这么晚还去街 就是你不需要 给一个判断他 是的 你慢慢建立起他对你的信任 原来呢 我的父母是听我说话的哦 是 就是尝试信他们 就是抱着信任的态度 是的 你起码就是认他 就是如果他坐下来跟你说 哇 整整十几分钟的东西 你尝试听完之后呢 不要interrupt他 就是不要打断他 也都不要分叉他 听完之后呢 你试一下就是 就是重复他说的东西 总结他说的东西 你试一下给我 重复你说 哦 原来你说是A B C 是不是这样意思啊 哦 原来不是C 是D 哦 OK 你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 已经是 哦 OK 就是对家人 就是对 其实这个态度对朋友 应该是 是的 没错了 就不要立即回答他 哇 有没有搞错啊 你一说就说F 我立即F你 那 那就是你立即被判断他 做了法官 你F了他 已经肥佬了他 那他就不会再说了 那就是很期待 是吧 是吧 那我们已经收到一些了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那都可以 电邮给我们 info 是 是 是 那我们现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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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我们今天做了整五十张 slide 还有还有几条YouTube 但是时间太短了 所以没办法 那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说下面那些 是比较概略的 有很多家庭关系的东西 是需要做练习 需要做小组讨论 这样才能够是 尽心是进入到路的 就这样水过鸭背 所以其实是 不知道能够有多少的帮助 是 不过今天都有几个重点 是吧 就是我们 是的 就接纳我们的家人 就是 不要批评 就是会聆听 很紧要 是吧 再次多谢Polly Sammy 和Hillary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准备这次的讲座 多谢他们 也多谢万民社区中心 多谢